总统候选人陈清亮表示 不选择参加全国大选 是因为政党之间互相斗争 无法解决民生问题 他认为作为总统能够更好的代表国人 总统候选人陈清亮下午出席 国大协会举行的闭门活动 共有90多名会员到场 他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直播对话会的情况 陈清亮回答了多个尖锐的提问 有人提问他 为什么不参加全国大选为国人发声 陈清亮说 政党在斗争时往往忽略了名声 他在对话会上表示 清楚知道总统的职权 但也速度提及自己 可以通过总统的软实力影响政策 我应该不会变得了 我应该不会变得到